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三個我在Black Friday的時候入手的手袋 我覺得這三個手袋真的很適合平時不捨得買很貴的手袋 但又想一個質量比較好的小資女去入手 所以如果有興趣想看看我買了什麼新手袋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第一個也是今天最貴的 就是Yusefi 這是英國的小眾品牌 這個手袋我一買回來打開 第一件東西就是皮的味道 這個手袋是不是很有趣 大家看看360度 看看這個手袋 它真的有很多細節位 是可以給大家研究的一個手袋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它的手袋 是做了這個琥珀顏色 不知道近鏡看到嗎? 其實它不是實色的 它有少少透明琥珀色 然後它的肩帶是一個可以打孔 調校長度的橡灰色皮的肩帶 你看到這個扣 放心 不是這樣拉開它 其實它是磁石扣 一打開裡面 非常簡潔的內籠 一眼可以看到 唯一一個暗格就是這裡 有一個卡片位 其他都是非常開放的間隔 如果是我背的 它剛剛好在我屁股位 那裡的我調校長度 但因為它可以調校長短的關係 那就不是太大問題 但我覺得它不會很適合這樣斜背 因為它有一定的體積 它是比較有存在感 是一個Cube型的 所以如果這樣背的話 就會有點奇怪 我買的時候就是Black Friday 2,600元 原價是3,300元左右 香港的話其實連卡佛是可以買的 我上他們連卡佛的網 看到現在都減價 是3,000元就有買的 但會不會找得到同一個配色 我就不肯定 因為他們在不同的地方上架去買 都會賣不同的配色 好了 到第二個袋 就是我手上的Mark Jacob 我想這個大家應該都不陌生 因為它出過的款式已經很多 而且已經是很多人都背過的 我這次趁它減價的時候 我找到我自己想要的配色去入手 就會在Snap Shop Bag 這款袋最標誌 一定是它面頭的這個扣 我這次買的配色是比較安全的 是這個米白色 黑色 金色扣金色 拉鍊的配搭 而它的背帶有別於一般傳統的皮帶 是做了一個尼龍帶的 因為平時它的這個款式 帶實在有太多花款 我自己不算是一個很花鳥的人 我看它這次出了比較平實 黑白色的配搭 我就終於入手了這個袋 而且你會看到它是做了一個亮面七面的 是亮亮的一個皮 上面是打了七的 一樣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間隔 它是有兩邊拉鍊 我本身以為中間是會貫通的 但原來不是的 它是分前後兩邊的 它後面這裡就會有一個暗格 可以用來放一些卡 然後前面這裡就是一格過的 但是如果要放一部電話的話 那就不行了 它是放不到一部iPhone 11 Pro的 我自己喜歡揹的方法就是這樣斜揹它 現在我教的長度就是最短的長度 對我來說就剛剛好去到腰位了 我就是在Shopbox這個網站買了 那時候是一千九百多 總之二千元就一定有找的了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入手也不貴 但是這個袋大家如果想買的話 就要留意它的容量是很小的 除了它的體積 你會看到跟它的手差不多 但就知道它很小 但是因為它這樣不是貫通 它分兩邊 所以它是限了很多東西的 可以放到銀包 紙巾 我的AirPods 唇膏 遮瑕膏 然後就差不多了 對 鎖匙 你不要有那些很大的鎖匙 扣楼是失不進的 你不能放到一些很立體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是一些比較常帶 很多東西外出的人 那就要留意了 好了 好 到第三個袋 就是來自紐約的這個品牌 我不懂得讀 Bordkir Bordkir 差不多了 那就會是我現在手上的這個袋 我買這個袋 這個顏色其實平時是不會選的 但是它幫它改了一個很高貴的顏色 它的名字叫Truffle 重露色 是否整件事 馬上高檔了 我不知為什麼 衝著Truffle這個名字就選了這個顏色 我很少從來未擁有過這些顏色的袋 一樣看一下裡面的間隔 打開來它有兩個磁石 然後外面有一個可以用來裝小襪 但有嘴嘴的口度 然後裡面就是這樣 算是今天比較實際的一個袋 有兩個大的間隔 然後中間這裡是有拉鍊的 所以就可以放一些貴重的物品 前面那一格是有兩個卡片位的 然後呢 後面還有一個扁平的位置 也可以放進去 然後它是有一個吊牌 金屬上面寫著品牌的名字 它可以手抽 也有一條這樣的右肩帶 它還有附屬這個比較粗的黑色棉帶 但我覺得不漂亮 所以我沒有打算去用 我沒有打算打開它 揹出來它一樣都是我屁股兌落的位置 你會看到它有一個風琴式的感覺 這個袋呢 我就在Shopbop買的 就是1300多元 我覺得很划算 這個袋真的很划算 因為它是皮重 而且非常之硬正 你會知道它不會容易划算 可以粗用的一個袋 而且揹出來的時候 它是不會像一些幾百元的小貨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之值得的 我覺得今天買的三個袋 我也是非常之喜歡 所以特意去拍這條影片 我留意到後面有一個紙袋和一個盒子 對啦 它們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我接下來會在Instagram那邊做幾次不同的giveaway 因為禮物實在太多了 一次過我無法處理 所以我就決定應該會分四次或者五次去做giveaway 我現在就在這裡預告一下有什麼豐富開心的獎品 首先這個袋裡面有很多產品 我是搜羅了很多在網上有超級好評的產品 是用來送給大家的 有些我真的自己都很想要回來 你明白嗎 首先有兩支Chloe的香水 它這樣包住了我就不拆出來了 然後有Lineage的這支防曬 就會是這一款的 它除了可以做到防曬之外 它是可以把整塊臉的臉色調整 它裡面是有SPF35PA兩個加的 所以在冬天的時候平日用就非常足夠了 然後有Fanco的這支美白精華 它不是小小的那些 不是透明一支一個月的那支 它是比較大支的一個美白精華 然後是這個Mac的發光霜 這支是無敵多人推的產品 它是明星商品 在粉底之前塗 就可以做到一個好像燈泡的效果 皮膚很透亮 你塗了粉底之後都不會太暗沉 但我覺得比較適合白皮膚的人用 很多Youtuber推 很平不絕的Mac Studio Fix系列 分別有它們的粉底液 還有這個推到爆炸的氣墊粉底 然後Mac還有之前夏天推出的一個超級無敵的bronzer 真的全身沒用過 觸碰都沒觸碰過 完全不捨得用 國外送給大家 這個真的 有些不捨得 但已經拍了 然後還有Shishado的這個眼影 顏色是比較沽通的粉紅色 絕對不是開界 大家看看 它是磁石的 很棒 然後這一盒 只是包裝都贏了 它是Make Up For Ever的一盒眼影 它是每三種顏色可以做到一個眼妝 這個總共可以做到五個不同的眼妝 還有一些打底色 因為要送給大家 我就不拿來試色了 但是Make Up For Ever的產品質素 不需要想 最後這裡有六盒是什麼 因為經過了夏天 可能很多戶外活動 然後曬黑了 冬天是一個做美白很好的時機 除了只塗臉之外 你也知道好像我這些人 臉和身是完全不同色 是白很多的 所以我覺得一些產品 令到全個人都可以美白到的話 是更加一致的 所以會有這六盒的Beauty Essence 一個美白丸 一盒三十粒 一天一粒 是一個月的份量 好了 還有這裡 最後一份 我想不用說了 都知道是什麼 超等本 送給大家 Amica的一個風筒 它不是迷你妝 不是旅行妝 是一個正貨size 全身沒有用過的一個套裝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次的Give-A-Way 因為我的頻道都萬九 差不多到二萬訂閱 我很想多謝一路以來支持我的觀眾 無論你是新朋友也好 你是一路看我成長的朋友也好 我都很衷心地感謝 但是為什麼我會不在YouTube那裏 搞這個Give-A-Way 就是我覺得我的Instagram有一點點唏噓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移私我的Instagram 我的帳號也是Dottie Heidi的 大家可以在那裏看到分階段進行 因為我一次過都搞不完這麼多東西出來 所以應該會分四至五次 就會慢慢地去分category送給大家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我這個小小的心意 接下來我也會繼續努力拍片 很多Give-A-Way 我想說除了這一堆之外 其實年底還有一次的Give-A-Way 會在YouTube那裏搞的 所以大家每一條影片 是每一條影片 記住都要留意 我們這條影片太長了 我不想剪了 所以我們就在這裡做一個Ending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個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我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的日是三點 以及星期日是下午12點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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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